风波已过 黄小明发微博当年艺术家朱许 被网友嘲讽 月有殷勤缘缺 人有旦夕祸福 人生在世不过匆匆数十载 九月是个收获的季节 也是个让人感到被伤的季节 因为花会焦零 夜会变黄 而在今天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朱许 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8年9月15日 凌晨22时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88岁 听闻这个消息 相信很多人都和小编一样 内心十分的沉重 不过人这一生 终要走向那个终点 希望家人及粉丝们节哀顺便 娱乐圈也是有很多明星 发文悼念 老先生一路走好 就连最近问题 缠身的黄小明黄教主也发文悼念 演员是您最真实的身份 您永远受我们的榜量 怨天堂仍有话剧 不过这一人论的出现 引发了网友的一致抵制 看来风波莫平安 事情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 真相如何 也不得而知 看来只能交给时间与法律了 黄小明工作室也是发出了声明 不过看来网友们似乎并不买账 事情真相不得而知 对于黄小明这个男艺人 有很多网友都说他演技不好 但小编还是很喜欢黄教主演的 欣赏海滩这部电视剧 和中国合伙人电影的 感觉演技杠杆在线 虽然有些影视作品收视率不怎么好 但是谁能能保证自己演一部剧 我一部剧呢 不知道大家以后还会不会 接受黄教主呢 你们喜欢他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